为什么卫福部在疫情又在升温的时候,突然间要雨天收闪? 雨天收闪,难道就是现在卫福部就是民进党政府要给我们全国百姓的状况吗? 今天我们的标题,陈时中你是前指挥官,但是为什么现在疫情指挥中心的命令好像都还是有背后有陈时中的影子? 要不要跟国人讲清楚,那现在有人说新冠一号公费的现出,让国人觉得雨天收闪,疫情已经上升了,确准数已经上升了,结果你要现出新冠一号,现在陈时中竟然可以一道命令,落叶跟赤长沟通,赤长就可以从善如流,增添条件,所以逼王必胜急转弯,放宽公费条件,都是陈时中说的传, 好大的官威啊,当公费清冠一号渗说之后,现在黑市居然可以喊价到清冠一号五千元以上,这不又是在剥夺一世人民吗? 人民已经给了大税钱,给政府特别预算去采购相关的医疗,相关的药物,结果现在还要现出通费清冠一号,让人民再去由黑市自己找管道购买清冠一号,一头牛扒两层皮,一只羊扒两层皮,台湾两千三百五十万人在你民进党政府眼中,就是要被扒你的对象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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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